阿里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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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世班的现实 非常的美好 阿们 阿里路亚 在现实之前 有一段话 觉得很重要 那个是 盖里的弟兄说 他们 教会可能有点 迷我 九一一的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然后就说 我们一起来说 这是天主世界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为什么 原来是先教主义 先教大主义的 欧美世界 今天 变成了一个 主法 我们需要去宣教的主法 它原来是宣教的主义 今天变成了宣教的公主 所以 开始第三世界 亚洲的国家 开开宣教的时候 欧美去宣教 这事情是怎么发生 当 教会的弟兄姐妹 觉得 一切平安 一切没问题 我们可以休息 我们可以好好地 舒舒服服地 过我们的日子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开始 信仰奔洁的事 当上一个世纪的 后五十年 欧美世界的宣教是 慢慢地减少 我们就看到 欧美的教会 在多 什么时候 我们开始多了呢 就是 当我们只想到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多了 我觉得 很好 感谢神 在二十年前 上帝呢 帮助 民东圣教会 完成这个努力的会谈 是 很羡慕 但是呢 我大概 没有像 主任师那样勇敢 要花那么多钱 弄一个这么漂亮的教会 但是 我们有了一个 漂亮的教会 又到底要做什么 所以我第一天晚上 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 一边讲到这里 是训练能力的技能 一边讲到这也是宣教的 拆带的技能 我想 我们看久了以后 我们大概就以为 我们真的是 民族的群练技能 我们真的是 宣教的拆带的技能 我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你看久了 它就不会变事实了 不是因为你看了很久了 它就是事实了 那句话说 感谢神 神帮助我们 神赐福给我们 但是 就是有一个不改变的属灵原则 就是多给谁 向谁 多给谁 上帝多给我们 就是要跟我们都要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 就是 什么时候上帝会刺服我们 是当我们使别人得福的时候 上帝才赐福我们 好了吗 好 所以呢 请 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 上帝赐福我们 所以我们 不能安逸了 上帝也赐福我们 所以我们不能安逸了 上帝也赐福我们 好 跟自己说一点 上帝也赐福我们 上帝也赐福我们 不能安逸了 不能安逸了 跟自己说一点 对 上帝也是赐福 我们 所以已是赐福 Rider 否则你们坐着也是赐福 太舒服了 好 我们也有一个人排标 他们是跟一个徒书馆见他的会议举行 得 所以也是街椅询的 他们像这样 他声偿ман却讲到 我去看看 后面3分2人被人睡觉 当然我 可能他们是因为太舒服靠人的 然后在那里闭一闭一闭 所以他不打憨慧得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很提醒自己 就是说上帝赐回我们 我们有很丰富的资源的事 这个就是我们起来要回馈上帝恩典的事 今天我的题目是必然得胜的祷告 必然得胜的祷告 所以我先做个民意调查 请问我们中间你相信 祷告能够使我们凡事得胜的请举手 请放下好像都没有什么考虑 马上就举手了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选择人 你觉得是祷告使我们得胜呢 这是你 还是上帝使我们得胜呢 这是二 赞成一的几句是什么 你放下 赞成二的几句是什么 好像也是定无反 很好 这表示我们的灵机错 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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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教会的得胜不是因为教会 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漂亮的礼拜堂 今天有很多欧美的漂亮礼拜堂 爱情变成青跟紫 有很多漂亮的礼拜堂 爱情变成乌西 所以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不在教会 得胜的基础是因为神 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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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祷告有什么意义呢 祷告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得胜是因为上帝已经得胜 那祷告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也都相信 祷告能够使我们凡事得胜吗 我看几乎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人都举手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观念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上帝要给我们一个武器 这个武器叫做祷告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与神同工 与神同心协力 然后呢 借着祷告来拘取上帝的得胜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教会的得胜 是把得胜的上帝降线出来 我再说一遍 教会的得胜 是把得胜的上帝降线出来 我告诉牧师不要讲了 他帮我讲了 我也把我们刚刚的Mans Talk 给你们讲一下 我就告诉牧师说 上帝给你们这么丰富的恩典 屏东圣教会 不能够不去开教教会 屏东圣教会 不能够不去开开学教室 阿们吗 阿们 你看我听到很多人都说阿们 这是真的 因为除非教会得胜 人才看得见上帝的得胜 如果教会只是安逸 能看得见得胜的上帝 我会有机会到这个美国凤凰城 去接受一个pray for nature 就是祷告的策划的训练 那么在那两个礼拜天 中间跨了两个礼拜天 我们就去参加当地最大的三天教会 一间神召会一万多人 一间信誉会大概有七千多人 然后呢 我们听主持这个conference 这个研讨队的牧师说 在那个时候 那已经是很多人前 在那个时候 凤凰城的基督徒比例是30% 30% 所以我们还几个队伍 但是我们那两个礼拜 去一个不同的大个教会 我看一下 我就知道 他们会我想什么 哇 那个大教会是不是不得了 你有看过一个教会 因为在牧师讲道之前 他们就演一出戏 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的 那一出戏是牧师讲道的一出颜 那个戏不是随便的颜 有灯光 那个大个教会是一个神召会 他们的教堂是一个小巨蛋 是圆形 然后呢 牧师讲道的 他还是在中间 一出戏 这个是太炫了 这个 这个 他们就演一出戏 有灯光 有钢鸣 有很多东西 每一个礼拜 所有的点缘 通通都是拿心去的 拜托话教会是养类有心点缘 每一个礼拜写讯的 每一个礼拜写讯的 但是我看到另外一面 所有的人经教堂 手里面要拿圣经 然后呢 他们还有现实 也讨论有强 这个是不得了 一定是专业的人 不是唱歌的 但是在敬拜的时候 我稍微看得起 开口唱歌的只有大分 是20% 他们的理智跟女人 有些人跟女人比较强 他们只是来消费 广播 虽然有一万人 虽然有意外 但是我知道 这个教会 很怕被理想 如果 教会也没有一个很清楚 得胜的呢 我们没有办法 把德勢的上帝彰显出了 接下来你们准备,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你去看教会历史 没有一次的复兴 不是从一小群人的岛道开始 在1904年 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复兴 不是说那个复兴是最大的复兴 但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复兴 因为在那个时候开始 全世界的名义才是我们的要求 所以那个复兴一发生的时候 所有欧美世界 所有的人都知道那个复兴 然后都跑到那个地方去看这个复兴 1904年的威尔茨大复兴 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个大复兴 因为在三个月里面 一共有十万人新耶稣 大不大 非常大 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奖兴 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奖兴 有一个奖兴 有一个奖兴 但这个奖兴 只是一个二十二岁的旷工 所以你就知道 上帝没有使用一个很了不起的奖兴 要证明 所有的工作是他做 是上帝自己做的 现在的地方是什么 也许 我们这个 宇宙圣教会 跟圣教会 全台湾的圣教会 也不是一个奖兴 但是如果 我们的 心里面有个非常清楚得圣的目标 向这个目标前行 我们仍然可以把上帝的得圣 上行出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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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既然要讲 必然得圣的祷告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必然得圣的祷告里面 有哪一些是必要的元素 不是你祷告祷告 就会得圣的啦 一个必然 你既然讲这个祷告是必然得圣 那么这个必然得圣的祷告 它一定有一些重要的元素 你要掌握住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因为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 必然得圣的祷告 必须具备五些元素 我们来读初埃及记第十七章 好像你们的周报已经告诉你们在十页 我还是要鼓励大乡呢 带自己的圣经 你说这个有差别吗 因为有些时候 特别如果讲圣堂 是解经的讲道 有很多重要的概念 你就可以注记在圣经的方面 你可以买一本自己用的 专门作语记的圣经 它旁边的Marvin 比较翻 那个红白的地方 就要看 好 我们来读 第八节到第十六节 八节到十六节 好 我们一起来 预备 那时 那阿玛也能 来在地 非地 和以色列人争战 摩西瑞 约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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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为我们 选足人来 出去和阿玛也能争战 明天我说 你要拿着神的杖 站在山顶上 于是约瑞 从其他人 在这个地方 当IC的扶子 说 那阿玛也能够站在 摩西亚人和沃尔 都藏在山顶 摩西和司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和司举手 大阿玛也能救得胜 但摩西这手发神 它们就翻十多来 放在它了下 它就坐在上面 亚伦和沃尔扶着 它的手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它的手就滚住 直到最弱的时候,约长用高杀的阿玛领王和他的听信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你阿玛的名号从天上去让他谷摸 你要将他做好期待在书上做几年 又念给约长两听,摩西主的一座谈,名叫耶和华以西 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事,必世世代代和阿玛领的征战 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必然得胜的祷告 第一个重要的条件,或者说第一个要素 就是你必须看见真战 你必须看得见这个战亭 我们再来看第十节和十一节 十节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预备,请 于是,耶稣亚造成摩西对他所说的话 行,和亚玛领人争战 摩西亚人与沃尔都上山顶 摩西说,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 何时举手,亚玛领人就得胜 哦,这个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 除了对付埃及的王以外 第一次打仗 否则第一次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上帝要训练以色列人 亲眼看见战场 是怎么运作,什么叫做战场 让摩西和这些领袖深深的明白 来,圣伴在乎以色列人心眼看见实况 对摩西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 他站在山顶上 他站在山顶上 手里拿着神的帐 这个神的帐代表神的权利 他在埃及的时候 已经借着这个帐,什么很危险 对吗? 他手里拿着帐 什么时候他举着那个帐 他眼睛看见约瑟亚派的冲队就 往前攻,亚玛领人就往后走 哦,他的手非常地酸 他换了手,还是举着 还是在往前进 但是他一发现他手串到往下沉的时候 亚玛领人就开始往前 他就看见这个战场在他的眼前 跟着自己的这个杖,举不举得起来 我在那里拉起 我现在叮了一秒 你一秒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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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實況 看見聖敗在乎 他有沒有跟這位得聖的上帝連結在一起 然後呢第二個 上帝教佛西一件事 當你們一起聚集 其實那個帳 那個帳代表上帝的權柄 亞倫、富爾 他們三個人在一起 代表他們的團體的侍奉 一個團體的侍奉 你的團體的祷告 跟上帝的權柄是連結在一起 如果在這個早上 只有摩西一個人搶身 這件事情就非常危險 阿們啦 因為他的手一定會算 他的手一定會發起來 他的手一定會垂下來 但是他的手必須舉起來 這個帳其實就代表了摩西的祷告 這個帳其實在三個人一起 合理舉起來的過程中間 就代表了一件事 就是團體的祷告 跟上帝的權力 是連載一起 當我們停止祷告的時候 我們就失去了得勝的權力 我再說一遍 我再說一遍 我們如果停止了祷告 我們就失去了這個社會權 現在的意思是 我覺得很厲害的一件事 就是今天大部分的教會 沒有看見這個時光 今天大部分的教會都以為 我沒有祷告 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然後 我沒有祷告的時候 他說亞馬利的祷告的聖 但是我已經不感覺了 你只是沒有看見 征戰的時光 我昨天稍微體力一下 因為我三個禮拜才處理一個 我們自己教會年輕人 一個高一的學生 他因為經常 他們在學校裡面 當然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 他們在學校裡面 同學們常常說 怎樣可以看到A片 所以他就到他們的步驟上 所以 他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經常看A片 他已經被回覆 這個孩子一定會看A片 已經被回覆 但是 他的家長 都不知道 既不知道 既不知道 他趁著父母睡覺的時候看A片 也不知道 他的孩子已經被回覆 只是覺得很奇怪 孩子為什麼不喜歡學校 只是覺得奇怪 為什麼 為什麼 孩子 叫他讀聖經 他會生氣 還以為所有的年輕人都應該是如此 你沒有祷告的時候 亞里亞人就得神 你說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對 因為那是屬靈界 你沒有祷告 你當然不會看見 你當然不會看見 對摩西來說 那個戰況太真實 就發生在他自己的眼前 他很清楚地看見 那個戰況 那個團體的祷告 那個上帝的權柄 怎麼樣被舉起 以色列舉起 上帝的權柄就知道 什麼時候 這個戰況 這個上帝的權柄 這個團體的祷告 軟弱了 什麼時候 仇敵有了 太真實 今天我們都看不見 那麼今天難道就沒有征戰嗎 當然了 是 親愛妞姊妹 你的孩子是不是 愛你聖經 我們的家人也是這樣 他只是覺得孩子不太愛你聖經 反正青少年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其實仇敵已經在得上 你的同事 你的親人 你的鄰居 都得救了嗎 你說 他們不幸福已經很久了 對 奇怪 我們的神 不是偉大的神嗎 我們不是常常講說 這福音本是神 神的大門嗎 為什麼反正在這些人的身上 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呢 有沒有征戰 你真的很清楚 你的侍奉 是充滿了動力和聖靈工作的 每一次你服侍 中間 服侍之前 在你服侍之前 你充滿了信心 在你服侍的中間 你覺得有能力出去 在你服侍的之後 你看見 服侍的果效 今天你們的姊妹妹 我們不要常常把耶穌基督 好 這個 耶穌做了什麼 然後我就說 喔他是神的兒子嗎 你們還記不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管會堂的來臨 邀請 主耶穌去 醫治他的女兒 但是在 這個 去他家的路程中間 就有一個 婦人 一個邪漏的婦人 用手去摸他的衣裳 睡子 你們記得這個故事嗎 記得吧 上面的記得嗎 記得 好 我是活人 所以希望你們也活過的 這個 很多人都要不起耶穌 所以 忽然之間 耶穌就換了一句莫名其樂 誰摸我 門徒就說 老師 你當個忙 說這個話很不緊 所有人都在擠你擠 擠 擠成日子 是一樣的 對嗎 大家都在心 你還在問誰 因為我 摸著的人可多了 不 結果從個人挪到 就是那個邪漏的婦人 主耶穌在服侍的時候 祂是知道有能力出現的 親愛各位姊妹 你可能已經服侍了很多 我不知道你在哪個領域 可是 可能你是小生長 可能你是戴基尼 可能你是在做服藥 很多的服侍 你是不是真的 在服侍之前 充滿了信心 知道你這個服侍 會與上映同過嗎 你是不是在服侍的過程中間 很清楚知道 你能努力出去 你是不是在服侍之後 可以經驗看見 服侍的火象 服侍的火象 有些不一定是正面 你是不是在服侍之後 像斯基凡服侍完以後 馬上就有火象 所有人講話 丟石頭 有沒有 那是很有效的食材 我說的是真的 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這麼生氣 他們通通聽懂 他在嘗試 這些丟石頭的人 通通聽懂 他在嘗試 當我們服侍的時候 我們所帶領的人 都聽懂 都聽進去了 今天沒有征戰了嗎 我們自己是不是 造了上帝救恩的設施 為什麼耶穌基督要為我們死在宿下 希伯來書說 他用他的血位 我們開一條 用心又活的路 通過曼子 直通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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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到哪裡啊 啊 通到至聖所 所以是至聖所 至聖所 接著他的血 所以你知道你在走哪一條路 你在走在耶穌的血上面 他替我們開一條血路 穿過曼子 直通至聖所 這是他釘在十字架上的地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要我們可以經歷 跟以諾一樣的經歷 叫做與神同行啊 既然丟子妹 你從信耶穌到今天 你到底有沒有弄懂 什麼叫做與神同行 你有沒有經歷過神 叫做與神同行 你有沒有每一天的可惡 與神同行 如果沒有 耶穌不是很枉廢嗎 祂為我們 用血脫路啊 鋪到至聖所 可以跟上天面對面 但是我們不知道 什麼叫做與神同行 我們是不是常常聽見主 對我們來說好 我們是不是常常很清楚上一個字 我覺得今天 很多弟兄姊妹 好 長久以來累積的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神是什麼 然後累積久了以後 你就不再問 因為 好像只有少數人 只有牧師 只有教會的領袖 他們可以聽見神的聲音 我們聽不見是正常的 我們一起說 不正常 不正常 那是不正常的 除非你沒有 從聖得救 你如果從聖得救你是屬主的人 你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正常的 有一次有一個姐妹來問你 她說牧師你常常告訴我們 要為家人得救寶寶 為什麼我已經為我的父母寶寶 那麼過一年了 他們還不信 為什麼 因為她去參加一個神學班 然後那個神學班就講 你定論 你們聽過你定論嗎 所以呢 她參加那個神學班 就回來問你這個問題 她說會不會 上帝根本就沒有預定 一個父母得救 蛤 什麼問題啊 誰願意多少人得救啊 萬人 萬人 那個萬人其實也可以翻成人 每一個人 有些神學真是很令人佛大 對不對 聽聽以後回來就說 是不是上帝沒有命 所以從此以後我們也要到 我已經問 我已經問父母寶寶的人很多年了 為什麼他們還不信主 我馬上問她 我回問她 你告訴我 你只想讓她 她說 我一個禮拜最好幾次 想到的事情 都被他們得救我 你根本沒有看見戰場 你沒有看見戰場 你不知道寶寶是一個爭戰 你不知道你寶寶要他們得救 但是仇尼從來沒有放棄過 要他們 你想想的 想到才說說 除非我們看見戰場 否則我們不可能 積極起來 除非你眼睛看見了 那些未盡主人 身上帶著仇尼的書 除非你心眼看見了 這些年輕小小的孩子 他們臉上寫著地獄 否則你不會積極起來 你看不見戰場 你就不會激起導課 我們也在西約聖經裡面 在史無形態裡面 讀到一段經文 對嗎 這個西約 亞西帕 聖經裡面沒有講亞西帕 就是亞西帕 但是他跟這個耶穌 問這個耶穌的 就是 這個 考慰耶穌的西約不是同意的 是那個西約的兒子 在史無形態裡面的西約 他把這個亞特抓了 然後猶太人就很高興 這個西約呢 他就記住了 我們就看到有一件事情發生 晚上 有天使去把彼得 從捷律裡面看出來 彼得以為他是看到底下 一直走到街上 他想說 這是一件真的事情 你有沒有問到一個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 雅各就沒有天使去救 好像變得公平 雅各怎麼做 沒有天使去救 彼得救的天使救 救出來 我這個護教鐵經 這是我的推測 我的感覺是 我的感覺是 當雅各被殺了以後 跳一輩才 看見戰場 所以當彼得出來的時候 他就想到 幸福長長倒到的一貓 就去了馬可樂寇 如果 果然他會在那裡 徹夜報告 為什麼 他們看見了戰場 他們看見了戰場 親愛的英文姊妹 我們要有 必然得勝的報告 第一點 你要看見真正 你要看見 你要明白 什麼叫做天堂 你要明白什麼叫做地獄 你要真正的明白 什麼樣的人可以信天堂 你要真正的明白 寐信的人是沒有可能去給你 這是必然得勝的第一個要素 就是你必須看見那個戰場 必須看見那個真正 第二個要素 我們起來於第十二節十三節 十二節十三節 我們起來於樂的情 但奈西那首八成 那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太阳下来,他就坐在上面 亚维尔·沃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 他的手就能够住,就是到他那边的手上 约束亚维尔一刀,杀了亚马帝王和他的感性 第二个元素,第二个要素,就是同心协议 你有没有发现,亚伦、沃尔跟摩西,他们三个人持有一个目标 虽然是三个人,但他们只有一个目标 那个目标就是,他们说看见的战场,约束亚必须得胜 在他们的理念,是约束亚必须得胜 不要问问问题,我刚刚讲那个问题是很好笑的问题 什么在预定的里面,是不是没有预定我的家人,这什么话 耶稣死是为所有的人死,为什么没有预定我的家人 不要把自己的责任的推给上帝的预定 除非你们里面有一个想法,我的家人必须得救,一个都不可以下地狱 我的同事必须得救,一个都不可以下地狱 我的邻居必须得救,一个都不可以下地狱 否则你不会有真正清楚的目标,你知道吗 摩西亚人和布尔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标 约束亚不能输,他只能赢,亚马利人必须除灭 这不但是我们前途的问题,这是上帝旨意的问题 是不是这样?当然是这样,因为呢,上帝对摩西说的,就是上帝要跟亚马利人事败为仇 他一定要把亚马利人的名号从地上除灭,这是上帝的意思 上帝的执意必须成功,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概念 就是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思,我们就可以去睡觉 有没有常常听到,有人用这么样一句话,去粉饰他的没有信心 哪一句话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 有没有?你有没有常常听见?有人说,愿主的旨意成就 其实呢,他是没有信心,你知道吗? 他没有信心,但是他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反正不成就也是主的旨意啊 我们必须要有跟上帝一样的目标 既然上帝要失败亚马利人为仇 不代表什么呢?不代表以色列人什么事都要做 不代表摩西不需要打发 不代表以色列人不需要侦探 今天也是一样,神的旨意 神拣选你成为你家中第一个得救的人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的全家得救 一起说全家得救 全家得救 这就是神的旨意,你不要怀疑 如果神没有打算让你的全家得救 你也不会得救 在挪亚的时代,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一个义人就叫挪亚 但是得救借着方舟得救的有多少人? 其他人干嘛?吃钱败 不,他们是挪亚的家人 我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 得救是你家庭的单位 但是不是说你不要做什么 他们通通都会得救 那意思就是 如果你得救了 上帝的意思就是要有全家得救 因为你得救了 上帝的意思就是你周围的人有得救 透过谁去去行?透过你去去去行 那是上帝的意思 同心协力 三个人有相同的目标 就是约束亚必须得胜 然后呢,你会发现 他们这个团队 其实还不只是一个祷告的团队 他们这个团队叫做征战的团队 三个人在上面祷告 约束亚带着军队在底下上 他们没有跟彼此,对吗? 约束亚带着军队说 嗯,那为什么是我们去啊? 为什么不派别人去? 摩西里为什么自己不去? 你们是肯定的 我们在前面的心,对吗? 你们就到山上去看戏 亚伦霍尔也没有说话 亚伦也没有说 嗯,我是你哥 为什么仗你啊? 不是我拿啊,没有 同心协力是非常重要的 仇敌最常用的轨迹 就是让教会的弟兄姐妹 传道人跟信徒 信徒跟传道人 传道人跟执事 执事跟弟兄姐妹 让我们彼此不信任 这是魔鬼最常用的轨迹 最常用但是常常走现 这是最遗憾 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招数 可是呢,却常常他会成功 主耶稣说啊,你们如果彼此相爱 他诸人就认出你的事过 那个认出 那个认出 有一个很趣的意思 就是 那个认出不是 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别去看看 不知道是什么? 我知道了 别去看看 不是这种认出 那个认出是一眼就看出 好像一个商调 啊,乃匹 这个什么我不知道 反正这种品牌 我也不太清楚 那个认出 就是好像一个品牌一样的 你一看那个 你就知道那是什么 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人 等一下一眼就能听 所以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 诶,为什么有一些教会 这个 这个 弟兄姐妹 这个 这个 未信的人 一竟然就觉得 正有神 其实我们也没有做什么 对吗? 我们也不会就是 介绍他的时候 站起来跟他握握手 好,要不及是等一下吃个饭 他为什么会觉得 正有神 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 那就变成一个 商调 其实那个商调 是圣灵的意迹 那商调是圣灵的 换句话说 圣灵不能够工作 在一个不合一的教会 圣灵不能够工作 在一个不合一的教会 圣灵不能够工作 我记得很多年前 那时候太北还没有现在这么方便 我们去太北 去到一个所谓的难民村 难民村 其实就是说 他们生活过得很糟糕 是说他们都没有生分 没有生分 没有生分 哪一个不能够工作 所以我去到那个地方 那有个大的教会 到了晚上第二天 我就跟他们这个教会里面的 几个同工 他们有 他们教会里面有展望 也有主事 跟他们一起讨论 其实不是跟他们一起讨论 最主要是他们要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是外面进去的 他们要告诉我们 他们有这个需要 等等 他们可以去 分享完以后 比如说 好 我们一起来吧 你知道吗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 就是当我和他一起打过来 我全身发了 我全身发了奇迹品对他 后来 在那里多服饰几天 我就知道 他们长得是严重的不合 甚至呢 不彼此说话 我还要告诉他 在提示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信任彼此 圣灵没有办法再无尊重的不合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彼此相反 圣灵没有办法再无尊重的不合 那到底怎么办呢 你今天告诉我们得胜的祷告 必然得胜的祷告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同心协议 那到底不要什么同心呢 我告诉大家 方法很简单 就是常常的祷告 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变成永消的祷告 就是要同心啊 那怎么样让我们要同心呢 就是要一起祷告啊 你说这不是讲好像有点很个美讲的样子 我告诉你这就是秘诀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特别我们中间有结果分的 你如果跟你的配偶吵架 晚上他说 来我们应该一起祷告到睡前堂 才能不能一起 是不是这样 关心好可以一起祷告啊 可以吗 可以吗 不可以吗 那怎么样能够让关心好呢 就是要自己祷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要恢复嘛 你要恢复 你才能一起祷告 你一起祷告 你就可以打关心对方 所以 我真是要鼓励 我们中间 已经结了婚了 如果你的彼此双方都是基督主 应该天天一起祷告 即便是十分钟十五分钟 应该天天一起祷告 仇敌最厉害的唐言 就是 我一个人祷告是一样的 我们一起说不一样 不一样 我一个人祷告也是一样的 绝对不一样 就好像摩西如果他上山了 他说 你们务必跟我去 我一个人去也是这样的 当然不一样 权柄是给团体的 神的权柄是给教会的 神的权柄不是给个人 是给教会的 前几天我们才读过 如果一个星期领域三 还回应第十六章 十八、十九节 权柄是给教会的 不是给个人 在这段圣经的最后说什么呢 摩西足利座坛 起名叫耶和华弥西 其实就是耶和华是我们亲戚的 那个意思也就是说耶和华是得胜 但是 你有没有发现 他足利座坛说耶和华是得胜的 可是耶和华是怎么得胜的呢 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一个地面上的一个得胜 这个得胜把耶和华的得胜彰显出来 而这个得胜就是一个执行到底的祷告团队 这个祷告的团队一直祷告到他们看见全土的神 才听着祷告 所以亲爱的各位姊妹 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 也可以听一张那个金黄一席 可不渴望 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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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就穩住 其實就是沒有說出來的 神的仗就穩住 上一人的權力就穩住 摩西的手發扯 親愛公子們您要明白 我們的禱告是一個征戰 而這個征戰是一個消耗的戰爭 署名的征戰是一個消耗的戰爭 必須堅持要得勝 必須對付我們裡面的灰情 為什麼我這麼強調團隊 因為團隊才能夠持續很久 團隊才能夠持續很久 這個摩西亞文霍爾的 這個祷告的團隊 他們堅持等候 看見上帝承諾了 實踐了他的應許 所以其實是需要付代價 即便他的手有兩個人扶住 你們不要不相信 你就等一下試試看他 就算是摩西兩個手有兩個人扶住他做 你們就這樣舉一天看看 我告訴你學醫師會有同 因為我們的心臟在這 整個手會發 有沒有付代價 有 付代價 摩西在付代著 親愛公子們 當我們說神啊 我們多麼渴望 你來使用屏東聖教會 那我就要問 在我們中間有誰給你付代價 雅龍霍爾有個負代價 有 有 因為他們從長到哪 他們是在進食到哪 他們有時候在中間 我們是往靠地休息一下 他們從長到哪 他們在進食到哪 肯定是個故事 很多人都覺得 我們今天已經到了新約了 哪裡還需要進食 你們讀史度勤認 史度勤認的聖徒有沒再進食啊 有 主耶穌也不是這樣講 有人說你的本土為什麼不進食 約喉人物說法力勢認可進食 他說新郎還在的時候 他們陪伴的人怎麼能夠進食 但是新郎有一天要离开 他们就要禁食 请问耶稣基督升天了没有 升天了 那今天教会有在禁食吗 今天的基督使命 有觉得你需要禁食吗 你的家人一直都没有得救 你祷告了很多年都没有得救 那么你愿不愿意再多福一点代价 开始禁食为他们道 我要问一个问题 到底禁食 它的意义在哪 禁食祷告就是一个更迫切 而且更带着信心的祷告 你一定是相信你的投入是会有回收的 那你就要信心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的 你一定是觉得 所以呢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 考高中最好的高中是什么 哪个高中 你们这个群里 可以叫平东高中是吧 你一定是相信 你考取平东高中 就一定可以考取 好的大学 你才会努力的 付代价禁提 能到机会 否则你就会去考高中高中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是相信 你才会负责代价 你一定是相信 你付更大的代价为家人得救祷告 安提拉教会 初代教会的常态 你仔细去看 《十部形态》第十三章 你发现安提拉教会 禁食是他事故的一种 他们常常禁食祷告 如果我今天说 你对于禁食祷告 就会有人得救 你觉得划不划算 划算 只有少数人说划算 划算 非常划算 对吗 对 非常划算 不是说禁食划算 是有人得救划算 你付什么代价 你如果请他吃饭 他会得救 好不划算 划算 只要有人得救就划算 懂吗 金安君子妹 我要再说一件事情 我很感谢神 平东圣教会有很多 好的弟兄姐妹 每个礼拜天 忠心地在这里敬拜上帝 对吗 对 我给你们打分数 你们的所有人 这个 都是一百分 都是一百分 所以你们在这里敬拜上帝 如果你们有两百五十人 那就成一百 上帝很高兴 对吗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 耶稣神就说了一个比喻 他说了一个人他丢了一只羊 对不对 他就呢去这个 把九十九十棒的他去找那一只羊 然后他找到那一只羊呢 找过来就请客 他也不是把面子羊杀了几个 是另外 是另外几个 是另外几个 对吗 后来怎么样呢 后来呢 这个 主耶稣说 一个罪人悔改 教育 教育 九十九个 神的欢喜更大 所以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 你们都是一百分 你们有两百五十人 是在乘以 这个 两百五十 乘以两百五 然后呢 如果有一个人 有一个罪人得救人 他是上帝 你们所有的这个分数 再乘以一百 因为上帝是一百分 一个罪人得救 比我们所有的人 坐在这里进来 上帝的欢喜 是一百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划算的 静止老道 如果能够教一个人得救 那是划算的 有很多人没有听见 如果你拜 结束的时候 就是 做了一个见证 就是我们自己 一兄姐妹的见证 有一个姐妹 她信服 其实丈夫有很多的感觉 因为丈夫有信服 那么 她就 这个 开始为她的丈夫老道 有些人 有一天我们跟她讲 我们要禁食 她从那个时候开始禁食 其实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我觉得一年多也没有什么 都要不起 三百六十五餐再加 她就算是三百九十餐 好不好 禁食 我们如果提前告诉她 她就会 在我们还没去之前 就先走了 我们不告知 突然去检查 她也就说 我有事了 我先走了 于是反而从而言之 就是不懂的 照片 她的太太 邀请弟兄姐妹 不是只有牧师去她 她闪 所以弟兄姐妹去她都闪 意思就是 你们不要跟她说 忽然有一天 她闪到那 因为她的工作是送过的 所以闪到那种完全不懂 然后她讲的 闪到那种又有什么要不行 就是看看病 就腹腹腹腹腹 电疗电疗 热腹热腹啊 等等之类的 就搞了两个礼拜 都不好 请假请了两个礼拜 到了第三礼拜 公司说话 说 你不能一直不好 要不然我们所有人 通通要分担你的工作 所以 最多给你 这个礼拜完 你就要上班 要不然我们要另外起来 她开始紧张 之前刚刚不好的时候 太太说我不会你要 她说不定 我有一身给你握 后来 她有这个压力 她就主动问她 她说 你们都不能祷告 哇 她一听非常的高兴 因为什么 因为她的小组里面 已经跟姐妹一起 为她的丈夫 祷告很久了 立刻打电话说 姐妹们 我的丈夫希望我们为她祷告 一个电话出去 所有人到齐 那天晚上 几位姐妹为她 我这 你不知道三重的男人 简直都是她的男人 你知道吗 好像女人不是人这样 很了不起 这个 这个 这个姐妹们 为她祷告 按照她身上 她都没有生气 这很不简单 所以 更有趣的是 两个多礼拜 復健里没有跳 那天晚上 按照她 第二天 好 有没有神 有 有 亲爱彬哲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太小看神了 你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 牧师你讲的是成功的例子 我告诉你 宗族放弃的 不胜美女 不要抢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需要很久 你需要迫切 威尔斯大复兴 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人 带起来的 在他还没起来 步道以前 有一小群父母 看到威尔斯的堕落 堕落的一塌糊涂 因为那是一个旷风的地方 所有的人不知道明天 将如何 今天拿钱出去喝酒 去去嫖妓 整个威尔斯的乱七八糟 家庭破碎 离婚 什么一塌糊涂的事情都有 打架 喝了酒就打架 一群父女 一群教会的姊妹 看见教会凋零 看见社会乱七八糟 他们开始跪下来 主啊 主啊 只有你能救我们 上帝忽然感动了一个二十二岁年轻的狂狂 来起来 为了此行 三个月十万人信耶稣 没有什么可以管得到 没有什么可以管得到 但是 你看地面发生的事情 这是上帝的工作 但是地面发生的事情 就是一群祷告的节目 祷告 必然得胜 但是它的条件是 你需要看见正真的现场 我们需要同心协议 而且我们不能够放弃 要迫切 而且是恒久迫切 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们有多少人 是对屏东圣教的充满了负担 觉得这是我的教育 我渴望上帝来使用这个教育 我不知道在文中间有多少人 你对屏东这个城市充满了负担 你觉得屏东这个城市需要为上帝 我不知道你们能听见 上帝有多空想在这里 上帝对今天坐在这里的门一个人说 我需要一支代导的军队 他们可以拿起来找 上帝对今天所有人坐在这里来说 我需要一支代导的军队 他们可以拿起来找 好 我请施琴来弹琴 我们俩一起起来 好 请施琴来弹琴 好 请施琴来弹琴 好 请施琴来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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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 好 请施琴来弹琴 我们也很少为主动这个城市 我们可能信主很久 我们早就不知道 现在流畅好处来 流下来 或在族边 或在族边 这些人都很信心 但是我们都是想到 他们缺了很多 因为这边我要告诉他们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你说 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他们做 有可能 但是 你有时间为他们祷告 神就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是圣灵的 不是圣灵的 你要相信 我们首先 需要来到我们面前的 求主圣灵 因为我们 在纠纷的里面 却白在了地图很紧 我们需要求主重做 能够圣灵 我说基督徒这么久 没有 可能不是没有 很少为教会反应 也很少为平衷站的特别 也很少为我们 还没有信仰的同事 这将生 我们同事开会的 求主圣灵 美改的力 充满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真实在这个面前 对我们同事开会的方法 你不需要太大的声音 但是我希望你开口 你开口祷告 让你知道你自在的完成 你开口祷告 每个人都开口祷告 接见 concorrent 我们的奉 Matth 我们的奉 designing 我们的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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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中间还要拣选一个代表的军队 是一个团体 一个代表的军队 可以拿起它权力的杖 我们刚才我们听整个证据 有多少人听见上帝自在路上 你就是个代表军队的军队 如果你觉得上帝今天借着祂的 在你的心意里面 对你说 请你举起来握手 请你举起来握手 不要放下 不要弄起来 请你举起来握手 请你举起来握手 好不好 我们听生开口说 主啊 求你生 你求得你充满 充满在每一个 今天在你面前举手的举手 亲爱的地方是内 我要再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举手 你如果将来不打算要付出什么行动 我劝你这个时候把手放下 你一定要把手举起来 你就知道你要有心动 你需要真正开始付出版本的代表 好不好 我们同生开口 我说主啊 求你来 用你的施恩坎求的灵 充满在我的里面 让我对教会有负担 让我对提供这一块土地有负担 主啊 帮助我 帮助我们成为一支真正代表的决定 教我怎样拿起你的帐 好不好 拿起你全面的帐 我们同生开口来找到 主啊 所以说我们来在你的面前 主啊 我们求你自己的心得来跟他 主啊 今天你看见每一个举手的举手 主啊 每一个 主啊 每一个都应该充满他们 充满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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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主啊 我们需要 主啊 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举手 不是随便的 哦 主啊 不是举给人看的 我们是举给你看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成为这个早后的军队 也不是我自己想做就做得到 主啊 不管是楼上的 不管是做前排后排的 或者是 哦 主啊 楼上的 主啊 所有的弟兄姐妹 还是举手的 主啊 你看见 主啊 我看耶稣 因为我要祝福他们 主啊 你们应该充满他们 把身体的灵 教会在他们的身上 教会在他们的身上 主啊 我们需要 需要你 需要你 哦 主啊 你要来改变 我们生活的开心 你要让我们看见战场 主啊 把那个意向 以后我们没了 其中的名字 没了说 看见意向 看见意向 看见的战场 主啊 让我们真真实实的祷告 主啊 你愿意外人得救 主啊 谁能够得救呢 不过他身宝哥 他们就不会得救 主啊 求你这些亲自来工作 亲自来帮助我们 主啊 需要你 需要你 哦 主啊 然后把我们中间一圈的鞋席拿掉 让我们是一个同心的团队 让我们可以一起祷告 同心的祷告 同心的祷告 横切的祷告 让上次的全力 清清楚楚的写在屏东这个城市 写在屏东圣教堆 祝我们俩网你 我们俩网你 我们俩网你 加在你的手中 然后把我们搞定 我们俩网我们俩网 各个小朋友 我们俩网行 勞